要看凉晨及时 还要看家人方便 宾馆经常是一位难求 而现在台北市殡葬处说 他们要开放夜间的灵堂了 家开傍晚五点到七点的时段 不过晚上办丧事或是参加告别式 有的人心里面会有一点忌讳 觉得怪怪的 而命理专家也建议 今年犯太岁的人还是少去比较理想 晚上参加告别式 您会不会觉得有点怪怪的呢 因为人口结构改变 台北实际居住的人数众多 让北市的丧葬服务设施不堪负荷 台北殡葬处因此决定将开放 下午五点到晚上七点的夜间礼堂 地人本身他的八字一头 他就比较不适合晚上出门 或者比较不适合去接触这样的东西 晚上刚好要去参加这种告别式 比较才会有机会 要不然一般来说的话 在民间一头 其实这个下葬或出病的时间 是比较没有机会的 命理专家说就今年而言 属龙和属狗犯太岁 蛇马鸡也不适合参加葬礼 尤其是在夜晚 不过不少民众都认为 晚上办葬事比较方便 因为五点到七点 就大家下班时间 这样可以赶去参加 时间不是重点吧 重点是去告 就是跟那个往生者告别 是好是坏见仁见智 不过究竟实际市场反应怎么样 还是有待观察